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同大家睇個案件, 這個案件就是說到河南有一個大學教師, 因為他父母沒有錢買樓給他, 竟然他選擇斬死他母親, 然後挑斷他父母的腳跟, 到底發生什麼事,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麼殘忍的事出來呢? 這個人就叫周辛永, 1981年出生, 是河南省開豐市某一條村的人, 曾經他是父母之間的驕傲, 亦都是全村人的驕傲, 為什麼呢? 因為在當時這個這麼落後的小村莊裏, 很多年輕人讀到初中就沒讀的了, 去了做農夫、去了打工、去耕田, 雖然是有一定的經濟條件因素在裏, 但其實最主要就是大家的成績都不好, 都好差, 成績不好就算個父母願意供他讀書都無用的, 而周辛永就不一樣, 他的成績是名列前茅的, 甚至是跟第二名有一個大的斷層, 在村中成績好意味著他是一個優秀的人, 所以周大爺和范大媽兩夫妻就把大仔捧在手心裏, 當掌上明珠一樣疼他, 不給他做小小事就算是家務都不用他做, 就有得他們跟小孩子做家務就行, 而周辛永唯一任務就是讀好書, 拿個好名刺, 去到2001年周辛永不負眾望, 考到上去鄭州大學機械系, 這個是河南當時唯一的211重點高校, 他不單止是考上到大學, 而且是考到一間這麼好的大學, 所有人都為他高興當時, 村委會甚至當時是請了人去村那裏播電影慶祝, 整條村沒有一個人缺席這一場為他所放的電影會, 看得出當時如果是讀到書、讀到大學, 整條村一樣都會覺得他是驕傲, 但這位天之驕子後來發展不盡人意, 由於長期太疼他, 由小到大被人捧在手心裏, 令到他有些好食冷做, 而且心高氣傲, 本來畢業之後就會入到太原理工大學長治學院華北基電學校做老師, 這一個工作是好工作來的, 人工都幾好, 但他竟然嫌賺得不夠多, 配不上高材生名號, 他覺得以自己的身份應該是要出去闖一番事業, 他帶著這一種心態, 他藐視著他的同事, 或者他更加有輕視他的領導, 他令到所有學校的人留下一個好差的印象, 大家都覺得他高傲、孤僻, 同其他人好像隔了一層沙, 而且他不肯好好地做事, 結果在這間學校做了幾年, 即稱人工原地踏步, 看著一些異本畢業的老師全部得到升遷, 周新穎的內心是越來越心理不平衡, 他將所有東西歸咎在學校上, 於是乎他一氣之下辭職, 打算回去河南找一份人工又高又沒什麼工作的工作, 怎知一份不如一份, 可能當時做老師的人工更加高, 他最慘時曾經在一間面館工作, 甚至乎是要伸大手掌問老爸老母拿錢, 即叫做可以勉勉強強過島生活, 而他父母其實都很想滿足這個兒子, 但是他們不只一個兒子, 還有個小兒子, 當初為周新穎去讀書、 去給錢、去供他去大學, 已經覺得好像是虧欠了個小兒子。 所以周新穎畢業之後, 他們兩老盡自己所能, 省食省用, 就湊了錢, 跟個小兒子買一層樓, 去做一個彌補, 周新穎知道之後非常之不滿, 他覺得他都是要老爸老母買一層樓給他, 要得到父母之助, 而周家的父母只是農民來的, 哪裏拿到那麼多錢, 就給了一萬元周新穎, 這個時候周新穎非常之不滿, 他竟然動手將他父母的手跟腳跟挑斷了, 他父母為了兒子的前途, 竟然選擇堅決不報警。 但他當時怎樣都想不到, 就是這個心軟令到之後有更大的麻煩, 去到2013年2月15號, 孫護士永遠都不能忘記這一日, 當時他跟平時一樣, 在醫院那裏回夜班, 原本有些睜眼睡, 忽然之間聽到一聲很淒厲的慘叫聲, 嚇醒了他, 跟著又傳來一些救命的聲音, 似乎一男一女就被人遭到一個非人式的折磨虐待, 而這個姓孫的護士, 就無想那麼多, 即刻就向著傳出聲音的三科八號病房跑過去, 結果未進去就被眼前的恐怖警象嚇倒, 整個地上都是血, 周新穎這個男人是滾大雙眼手中拿著一把刀, 向著他在地下的母親不斷捅過去, 而他父親躺在病床上, 就好想阻止他, 但他的腳被人斬傷了, 他動不到, 只能夠眼白白看著兒子做這樣的暴行。 周新穎母親竟然被他斬到頭皮基本上都沒有, 頭髮在地上, 而醫生是要撿起他清洗乾淨勉強, 才可以縫合上他的頭, 而且還有部份是找不到, 總之全身是被他兒子弄到沒有一塊是完好的, 由於是一個這麼嚴重的傷勢, 醫生都救不到他, 最終55歲的范大媽在2月18號從重症室死亡。 好難去想像一件這樣的事, 大半世都遷就了兒子, 從來沒有打他、罵他、 對他要求都可以滿足到他, 又盡量滿足, 只是現在買不到樓給他, 但買不到樓給他, 是因為大家都沒有錢, 竟然就有一個這樣的下場, 真是不知道他死前是一個什麼心理狀況, 花了大半世人的心血, 竟然是養一個這樣的惡魔出來。 其實這宗案件, 他們兩夫妻都有一定的責任, 因為他們教到兒子, 這麼橫橫無理, 其實就算是兒子在學校那時, 都不是做得很好。 因為他畢業時剛才都說過, 他在山西省長治市的太原理工大學, 擔任輔導員的, 他曾經傳出和一些女同學發生過一些不當關係, 而之後他是被學校開除的, 即是說他讀那麼多書, 其實他的品德是非常之有問題, 不合格, 而之後他離開學校甚至乎是想做生意的, 但是以他這樣的性格當然是做什麼都不順利。 最後這宗案件, 法院就判他故意殺人罪。 由於這個罪名是殺了自己媽媽, 其實應該都會判一個無期徒刑的了, 最嚴重應該是判死刑的。 同時這一個個案都看得到, 又是跟樓相關的問題, 個小兒子買了樓可以結婚, 而自己就父母支持不到他去買樓, 竟然是做一些這麼極端的行為出來。 其實如果當初他在學校好好地這樣去做事, 好好地處理人際關係可能, 他靠著自己的努力都可以買到一層樓的, 不過世事無如過啦。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